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6月12日 今天是星期日 我們上一節跟大家再一次就著這個充滿爭議性的 612市集 再作討論 因為我們看到 就是 煉悅爭 也就著 相關的問題回應 也有關他對於香港人 包括 香港人經濟圈 香港民族 還有 光復香港等等的問題 也看到他發表意見 所以我們上一節 也誠意邀請 就是煉悅爭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就著 香港人 到底應不應該成立香港議會 香港人的下一步 等等的議題 希望他們能夠發表意見 我們再一次說 我們 贊成議會的原因 是在於 我們香港 香港人 香港民族 欠缺了一個 就是能夠跟全世界 對話的一個實體 而那個實體 不能夠 就是由一個 就是 沒有授權的實體 去代表 因為我們現在香港人 爭取真普選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相信 就是民主自由 而 一個 就是有民主方法 產生出來的實體 這是香港人的願望 所以 我們才認為 香港議會是可行 當然如果你真的問我 有沒有其他方法 是可以不用有議會 而又一樣做到我們希望做的事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方法 其實嚴格來說 我們不會排拒的 我們會贊成的 但是我們自己 想不到 有甚麼方法 那個組織 可以 又接受到監察 又不會出賣香港人 又可以代表香港人 除了 一個公開透明的選舉之外 我們 想不到其他辦法 這一節正正就是要說 我們香港人 又或者很多流亡海外的人 包括一些 流亡的抗爭者 他們繼續 遭受 香港港共政府 公權力機關 還有 一大堆藍煤 會繼續 肆意攻擊 而我們香港人 可以反擊的空間 相當自由限 所以 其實我們也歡迎 如果你不想討論香港議會 不想 如果你真的覺得那幾個字屬於我們 坦白說 這個看法 這個說法 坦白說 很不成熟 真的很認真說 又或者 再說得難聽一點 這樣的說法很有字 那樣東西 是不可能 屬於哪一個人的 正如你覺得雨傘運動 如果你覺得 戴耀廷先生提出完之後 雨傘運動就屬於戴耀廷的話 這個說法 非常之不成熟 所以你真的不想討論 香港議會 這四個字 不要緊 但是我覺得香港人 來到今時今日 再搞研討會 討論 香港公民 也沒有問題 但是應該要討論下一步 香港 什麼時候有一個能夠代表香港人 是能夠 由香港人選取出來 對香港人 有交代 而又不會出賣香港人 什麼時候會有一個 這樣的實體出現呢 你不叫這個做香港議會 也沒有問題 我們這一節就是說 我們很多香港人 繼續給這個 中共和他的 大內宣 這些藍媒 繼續很有系統地攻擊 所以我覺得 現在不討論 真的又等什麼時候 又等下一年 2023年 討論 紀念612時的時候 又再來討論嗎 所以 現在大家的焦點在這裡 現在不討論 真的要等什麼時候 所以我這裡也誠意邀請大家 睜大眼 清清楚楚 看清楚 我們已經 一而再 再而三 邀請 各路人馬 各方KOL 知名人士 去討論 相關的事項 所以請大家 真的睜大眼 看清楚 我們認為 當然啦 我們可以再禮貌一些 我們可以再客氣一些 我們不是要挑釁 也不是要 用一個不禮貌的方法去做 但是我們想告訴大家 我們是真的有理由相信 現在 有很多人刻意回避這個話題 所以我們認為 我們 應該要做的事就是清清楚楚 在這些時候 再喊幾次討論這個話題 人家刻意不討論的時候 大家應該清楚 責任 應該在誰身上 我們這節繼續討論這個相關的 新聞 跟大家再詳細討論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上兩節也說了 請大家誠意邀請聽眾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發 希望是經濟能力許可的朋友 請你繼續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支持本台繼續廣播 這個藍媒就是 星島日報 612反修例黑暴三周年張志 不少已經逃往海外的違法示威者 繼續在反中亂港 繼續說 當中部分人 在英國申請政治庇護不果 加上未能夠合法工作 三餐一宿也成問題 他 好像 比起我們其他 香港人 更加關心 這些示威者的情況 當大家在熱烈討論 到底6月12日應該做些甚麼 不應該做些甚麼 亦都 罵人罵得很開心的時候 那麽真的是 那些抗爭者 又或者香港人應該要做些甚麼 不應該要做些甚麼 是不是真的應該很認真去討論呢 所以我昨天也真的很認真去說 如果再是東一句人血 西一句人血 東一句大台 西一句大台 當然我亦都對這個 612市集的相關機構相當之 大的質疑和批評 但是 如果我們再用一些虛幻的字眼 我們不去詳細定義清楚 那個指控是甚麼 的話 其實 對所有人都不公平 包括我們昨天說了 我們有一部分 認識的人 是真心誠意 幫香港 付出了很多代價的人 他們 是真的做生意的 他們 被邀請 他們不是因為認識的主辦單位 不是因為唯威 不是因為 他們跟某些主事人相熟才去 是因為 覺得這個活動 真的跟香港有關 所以他們應邀 前往 這樣的人 遭受別人批評說他們吃人血饅頭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公穩的評論 所以 認為 往後的討論 如果真心為了香港 未來著想 其實應該把那些問題 清楚界定一下 不要 就是恩秦苟且 媽媽夫夫 草草了事 這樣跟香港政府 差不多而已 左一句黑暴 右一句暴徒 這樣不是處理問題的方法 如果真的有人是騙徒 應該指出來 因為你這樣 這些叫地圖炮 我喜歡說地圖炮 左一下地圖炮 右一下地圖炮 你每次 射不中那些 應該被人射的人 你只是不停射到其他人 射到其他 不應該被人射的人 這樣有沒有意思呢 長久下去 真的很認真說 什麼時候才會 討論可以有意義 這裡不點名批評 不點名批評 香港 一部分的網台 所以我們再說 我們就算是認識也好 不認識也好 我們這裡 說的是道理 也不會因為認識和不認識有所分別 我真的認為 如果你真心 是誠意 是希望 香港人 在海外真的能夠做到一些事情的話 我們希望你 發揮那個監察的角色 沒有問題 但是發揮那個監察角色 一定要合理 說話 真的 很認真說 如果你真的要去討論 是不是有很多東西可以讓你去攻擊 讓你去批評 星島日報 你先罵他 為什麼不罵呢 因為你在香港 我們當然知道 香港人 在這裡 說了那八個字 你在香港不能說 嚴格來說 你也不可以說 來了英國的人 去了外國的人沒有做過事 因為他就是代替你 說了那八個字出來 那就已經是做了你做不到的事 你覺得這樣 喊了那八個字出來 不代表做了事 不代表光復島 這個 我同意一半 喊口號 只叫不做 當然是甚麼都做不到 但是現在在香港的人 連這八個字都說不到 所以 到了海外的人 說這八個字 就是在代替 留在香港的人 說的 所以 活動也好 嘉年華就不要搞了 在集會上 只叫八個字 最好不要八個字 其實是十六個字 不是八個字 你們自己看回紀錄片 紀錄片其實很清楚 不是因為他是電影 是因為他是紀錄片 支持時代革命 不是因為他是一部電影 而是因為大家 想記得這件事 我們作為時代革命的參與者 我不同意 說我有參與那件事 不用看那部電影 是因為 即使裡面有多少畫面我看過也好 始終有一部分的東西 我沒有看過的 所以 公穩一點說 不是說 參與過時代革命的人 不用看那部電影 我就不認為這樣的說法是正確 就好像你說 我有去示威 然後 在現場發生了事 有片段拍攝到當時現場的情況 你說你不用看 這個說法 是有問題的 就算在現場的人 也有時要翻查閉路電視 用了很多時間來講前面的問題 這一節想說的 就是 我一定要說清楚 我們不會一面倒 支持 說自己是示威者的人 100%的說法 因為我們認為 其中一些問題 是由他們自己產生出來 當然我們認知 以及我們所 同意 就是他們現在有一部分的人 流亡了英國 但是沒有身份 他們 生活結局 這些我們全部都同意 但是正如我們之前所說 之前很多 很久之前的節目也有跟大家說過 你 施援的人 和被施援的人 就好像你拍手掌一樣 一定要 要兩隻手掌 配合 才會發生 如果 一個在上面 一個在下面 總之不知去了哪裏 兩隻手掌永遠都是不相對的話 永遠那件事也不會發生 很多時候那些 所謂求助者 的問題就是這裏 沒有人 能夠知道他們發生甚麼事 他們也 因為保護自己 不願意 提供任何的資料 和證據 任何 不是過份的 合理的 要求 都不提供 其實想幫你的人 除了無條件 拿錢出來 給你之外 還有甚麼是幫你的人 可以知道的呢 這個 需要尋求協助的人 其實真的有需要 去解答這個問題 我們也就著這個問題回應 早前 蓮月曾所說 香港人應該發展民族 資本這個說法 這個說法 我們是認同的 因為 到最終 所有香港人過到來 無論你覺得他是移民也好 流亡也好 政治迫害也好 為了子女也好 知如此類 總之 理由是甚麼也好 他過到來 他認同他是香港人 他用香港人的身份 繼續生活 他出席香港人的集會 關心 香港發生的事 其實 我對 這樣的香港人 你是很難批評的 當然你可以希望他做多一點 他正正經經在做生意 不是 甚麼人血饅頭 再說一次 如果你拿一盆吉 拿一張輝春 去給人 然後叫人家一千元五百元 那你就叫做勒索 你就叫做 社運勒索 這樣 就是真的在吃人血饅頭 如果你正正經經做生意 薄利多銷 做茶餐廳 賣魚蛋 魚蛋 是合理價錢來的 是市價來的 正經做生意 香港人也吃 外國人也吃 在市場上是正常的 你不可以說人家不是在做生意 人家是正正經經做生意 我再說一次 我真的不認為 你要分辨哪些人 是在找飯吃 以及哪些人正正經經做生意 我相信也不難分的 再舉個簡單例子 例如周小龍賣Chicky Duck 他本身就已經是做同裝生意了 支持香港人 然後有人認識他 因為他站在香港人那邊 所以 可能就多點光顧他 買多點 那麼你會不會 走去說周小龍 說他人血 這樣的 說法當然是不合理 但是回到來說 不是因為他是周小龍 不是人血 如果周小龍 賣Chicky Duck的時候 用我剛才所說的那種方法 那這個嫌疑就出現了 所以不是關誰人就人血 誰人就不是人血 到最後 是關那個行為本身事的嘛 而那一件事 絕對是有客觀標準的嘛 舉例 如果他賣一件同裝 原本在市場賣是200元的 因為我是黃店 我是周小龍 我是Chicky Duck 大家知道我是誰了 所以我賣2000元 這樣可以嗎 這樣 嫌疑就出現了 是不是 其實不是很難分的嘛 當然會有灰色地帶 那你就監察著 我經常都說 你選民不覺醒 不做公民 你不去監察 你去做教徒 你去做信徒 你去做粉絲 那當然有問題啦 因為你不行使你的監察權嘛 如果 市價是200元 他賣250元 你真的不可以說他在吃人血 你只可以說 真的貴了一點點 不過也可以接受 這裏也回到那個問題 就是如果 香港人不是正正經經 去做生意 去賺食 去建立 那個經濟實力 真的要問一個問題 到底那些錢從哪裏來呢 是不是真的有美國給錢呢 那當然沒有啦 是不是 我們已經 就是 有得收美國錢的了 那個就叫做YouTube YouTube 自己已經代了很多了 所以 正常來說 你無論在加拿大也好 你在澳洲也好 你在英國也好 這個世界呢 基本上 真的是 你不工作 就是真的一定是沒有 包括 幫你那個人也是一樣 如果幫你那個人 可以憑空變淺出來 這個世界 就不需要那麼煩惱啦 所以 那個抗爭者 他們 他們 一方面 我很同情他們的情況 他們沒有身份 他們要在英國 合法工作 是沒有可能的事 但是你不能夠合法工作 是不是代表你 什麼都 不需要做 就可以了 你有很多東西 所謂灰色地帶 你一定做到的嘛 其實 是不是 我相信如果他們真的認認真真 去做一些 灰色地帶容許的事情 其實我不相信他們 是徹底 沒有任何事情做 所以 時代革命 612 三周年 這些問題 是要拿出來 攤開討論的了 不能夠 我標籤自己 我是抗爭者就對了 我不是抗爭者就錯了 這一句一定是不通的 我也是抗爭者 是不是 我可不可以 就這樣走過去 叫人給錢 什麼都不准問呢 明就明 不明就算 這個絕對不是香港的未來 香港的未來是沒有可能這樣 香港人 香港又或者光復是會有未來可能發生的 這一節跟大家講到這裡了 學生 papir 請問 實際上 我會想說 你耶 我會想說 你 那 你 你 可不可以 讓我 有 你 你